我们现在呢 要去里面买点东西了 本期视频 今天呢 我来到这个老地方啊 服装城 我简单的就看一下菲律宾当地的华人 怎么卖这个服装的 好吧 再简单了解一下 他们在菲律宾的生活 像这种当地的批发市场啊 大致当地人比较多 华人比较少 因为华人是老板 你看 还有这边 今天呢 我们就去这里面看一下 好吧 这种是菲律宾当地的这个服装城啊 里面呢 多数是华人比较多 华人比较少啊 当地人比较多 哈 嗨 因为当地人都是打工的 因为 中国人请当地人的话 工资会比较低一点 it's a beautiful yeah beautiful where is your boss no boss you are boss ok 嗨 啊 像他们是 在里面看店的 他们老板的话不在 像他们老板的话 一般有中国人 也有菲律宾当地人 像这种服装城呢 里面是 店多 人少啊 所以他们 并不像我以前在非洲的时候 像我在 非洲的时候呢 是店都是开在墨里面的 而且那边店的话是比较少 就是 狼少嘛 肉多 哦 我刚才里面走了一餐啊 我发现这个 菲律宾当地的的话 还是占多数的 老板的话 这里我说一下啊 在海外的中国的话都财大技术的 他们看到 老乡的话 他们不会给你打招呼 他都 因为 他们混的比较漂亮 各个都有一点身家 最低的话也有百万的 啊 现在呢 我在这里看到一位 老乡啊 是我们中国人 然后呢 他不方便露面啊 我就简单给他聊聊天啊 了解一下他在 菲律宾的 一个生活啊 就是华的一个生活 啊 简单啊 对了 请问你是 哪里人啊 我是福建的 哦 福建的啊 福建的这边挺多的 哦 你的这边多久了呢 在这里多久 这八年了 八年了 哦 那你现在已经在这边定居了吧 嗯 你平常呢 就是开店要开多多久时间啊 开到四点 下午四点 早上六点到四点下 哦 然后就下班了 这也太早了 这里都是比较早 然后也比较早下班 然后你感觉这边钱好赚吗 钱吗 钱当然不好赚啊 比比大陆好赚一点 但是这里也 疫情疫情那个影响也不好赚 整个市场 然后那个都一样 市场里面哪个行业都一样不好赚 就是啊 他们当地人是不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不不会存钱呢 不是不会存钱 可能是 那个工资比较低 哦 然后一天也就那个 也就 三四十块 就像这种店铺 然后三四十块他们要租房租那三三餐 当然不够花 所以比较 没存啊 他们当地人就不存钱啊 是哪有钱存的啊 是啊 因为这个原因 啊 我要把我点个电话 好 好 没事 这是他的电 像他们 在菲律宾当地开店啊 比我以前 跟我姐打工的时候 时间要短一点 啊 刚才在这里面啊 碰到一个 福建老板啊 人还是蛮好的 然后我简单的就问了他一些问题 因为他不想入境了 然后我就 演出的 先看一下他吧 他在这里面没有女的啊 女的很少 今天男人在看店啊 你看他们多是多是找了这个菲律宾当地的老婆 然后在那边结婚了 结婚了就是 政策会好一点嘛 就是开店啊 或者是贷款啊 这些好大一些 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 他们就关门了 他关门了嘛 比较早啊 因为是菲律宾 像我在飞食的时候呢 早上半夜到晚上八点 还有一点呢 应该是大家在想了解的一点啊 他们都都想在国内话 只是 在国内的话当然没有国外好分啊 因为这个国内啊 竞争力太大了 赚的钱会少一点 只是他们啊 在国内没有更好的路子 如果国内有更好的路 他们就回国了 你以为他们想 成年在海外吗 不要瞎干这些 小商店啊 因为他们 到月头月底的多啊 买的人是最多的 因为当地人不会存钱 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嘛 让他们 这种店的话应该挣的 没有几万的话 千把或万宝派是有的 总的来说啊 大家还是不要小看这个 卖小服装的 老板啊 他们在海外的时间越久 他们的钱就越多 尤其是一些在海外陪了几十年的人 他们没有个千万也有个百万 我们现在呢 要去里面买点东西啊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